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勾织这款棉麻线的夏季披肩 它采用了三股合一的棉麻线 我所用的勾针是4.0号的勾针 如果您对这款披肩感兴趣的话,那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吧 首先勾针绕线 连续勾120个锁针 120针我们已经起好了 现在呢,我们把它手尾相接 形成一个闭合的圆圈 之后我们开始勾新的一圈 首先呢,我们在这勾三个辫子针 1,2,3 然后中间空两针 1,2 在第三针的位置,勾一个短针 紧接着再勾三个锁针 然后呢,在中间空两针 在第三针的位置,勾一个锁针 紧接着,勾四个锁针 然后中间隔三个锁针 在第四针的位置,勾一个短针 然后再勾三个锁针 1,2,3 空两针 然后,1,2 在第三针的位置,勾一个短针 1,2,3 空两针 在第三针的位置,勾一个短针 紧接着 1,2,3,4 在第四针的位置,1,2,3,4 勾一个短针 我拿出图纸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起的第一行 锁针 紧接着第二行呢 就是三个锁针 短针 三个锁针 短针 中间呢,是隔两个锁针 然后呢,是勾四个锁针 中间 空三个锁针 在第四针处下针 然后紧接着 三个锁针 三个锁针 它的规律 大家看一下 如果可以的话呢 您可以把这张图呢 截过去 然后呢,慢慢地看 现在呢,我们就按照这个规律 把这一圈呢,来完成 这一圈勾到结尾处呢 我们跟起始的第一针 做一个引波针 紧接着开始勾第二圈 勾三个锁针 一、二、三 然后呢,在上一圈 两个三个锁针中间 这两个中间 这个位置就是短针的位置 我们继续在这儿勾一个短针 然后呢,我们就来到了 这四个短针的位置 我们在这里联系勾三个长针 我们这个披肩呢 它的长针是这样的 勾针绕线 在这个四个锁针的位置 把线拉过来 然后呢,然后呢,绕线 第一次退一个线圈 第二次退两个线圈 第三次退两个线圈 第三次退两个长针 然后紧接着我们再勾两个长针 好 长针之后呢,我们立三个辫子针 一、二、三 紧接着勾针绕线 我们还是在这个孔里面继续勾长针 我们在里面 我们在里面还是勾三个长针 之后呢,我们勾五个锁针 然后我们继续在这个大孔里面 勾长针 再勾两组这样的长针 好 勾好之后 紧接着呢,我们这一针呢 跟这个上一行的三个锁针中间的位置 我们在这呢,勾一个短针 好 之后,我们勾七个锁针 也就是七个辫子针 一、二、三 四、五、六、七 我们在上一行 四个辫子针的位置 勾一个短针 然后 一、二、三 四、五、六、七 之后我们 在上一行的 两个三针的辫子针的中间 勾一个短针 这样呢,我们就又过渡到了 这个花形 又过渡到了这个位置 我们再勾一下 开始勾 三个长针一组的花形 这是第一个 然后 第二个 第三个 然后我们就按照这个规律往前勾 把这一圈完成 勾好之后呢 这一圈就是这个样子 大家看一下 这一圈呢 一共是六组花形 一、二、三、四、五、六 然后呢 我们继续勾 下一行 下一行呢 我们要在这个位置 起针 要在这个位置 起针 那么我们要把线呢 过渡到这儿 就是勾引波针也好啊 或者是带线也好啊 我们自己来决定 把这个起始针 过渡到 这个针孔里面 好 把线就带到了这个孔里面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 勾三个辫子针 作为起立针 一、二、三 紧接着在里面 再勾两个长针 加三个辫子针 一共呢 这是一组长针 之后 一、二、三 三个辫子针 我们还是在这个孔里面 勾三个长针 一、二、三 之后 三个辫子针 一、二、三 在上一行中间的这个 五个辫子针的位置 我们勾两组 长针 好 然后呢 我们紧接着 勾五个辫子针 一、二、三、四、五 还是在这个中间的这个大洞里面 我们继续勾三个长针 好 三个长针之后 三个锁针 一、二、三 然后呢 又来到了这个位置 我们再勾一组 好 三个长针 然后呢 再勾三个锁针 一、二、三 绕线 还是在同一个圆孔里面 还是在同一个孔里面 继续勾三个长针 之后 我们勾五个锁针 一、二、三、四、五 在上一行 两个七个锁针的位置 在这中间 我们勾一个短针 然后再勾五个锁针 好 又来到了新的一个花形 就是又来到了这个花形 起始的位置 我们呢 接着往下呢 再勾的时候呢 就到了中间的这个位置 跟这是一样的 我们按照这个规律 把这一圈完成之后呢 我们在起始的起立针位置 做一个引波针 接下来呢 起始针过渡到了这个位置 现在我们开始立 三个辫子针 紧接着 还是在这个位置 勾长针 一、二、三 三个锁针 然后还是在相同的位置 继续勾长针 好 然后呢 我们继续勾三个锁针 勾完三个锁针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在这儿勾十一个长针 好 现在我们已经在这里面勾了十一个长针 紧接着 勾三个锁针 一、二、三 一、二、三 又来到了另一半的滑形 就这个位置 滑形的另一半 我们在这个位置继续勾 一、二、三 一、二、三 好 大家看一下 这个花形是这样的 紧接着呢 我们再勾三个锁针 又来到了这个位置 好 接下来我们勾三个锁针 在上一行 五个锁针的位置 两个五个锁针中间的位置 我们勾一个短针 然后呢 再勾三个锁针 好 那接着呢 就过到了另一个花形 就到了这个位置 也就是到了这个位置 我们按照这个规律 把这一圈完成 那么这种花形呢 我给它起个名字 叫水草针 那么往下勾的时候呢 大家就知道 水草针呢 就是三个长针 三个锁针 再加三个长针 这就叫水草针 那么看一下图纸 整个的这个坯间呢 有很多水草针 所以说呢 我说水草针的时候 大家就会想到是这个 那么网格呢 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榆林的位置呢 我给它起个名字 叫网格 这样呢 便于我们在勾的时候理解 好 水草针 网格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 勾的这个勾山的 主要的针法 好 我们接着往下勾 把这一圈完成 这一行呢 我们已经勾好了 勾好之后呢 我们把引波针 引波到了水草针的位置 现在开始勾新的一行 立三个辫子针 然后呢 在上一个水草花中间的位置 接着勾 水草花 一二三 一二三 之后呢 勾三个辫子针 然后就来到了上一行 十一个长针的位置 我们继续勾十一个长针 只是两个长针中间 我们要隔一个锁针 一个锁针 然后呢 一一对应的 继续勾长针 我们把这十一个长针 完成 中间 隔一个锁针 好 十一个长针勾好之后 我们勾三个锁针 然后呢 又到了鱼尾花的位置 接着勾 一个鱼尾花 勾好之后呢 我们开始勾三个锁针 一二三 然后绕线 就在这个上一行的鱼尾花的位置 我们接着勾 好 那么这一行呢 就按照这个规律 我们一直往下勾 把它完成 之后呢 我们进行下一行 首先立三个辫子针 然后 在上一行的水草花的位置 接着勾一个水草花 然后勾三个辫子针 来到了中间的这个位置 我们要在这上一行的这十一个长针的空格里面开始勾往格 首先在上一行两个长针的位置中间勾一个短针 然后一二三 然后一二三四五 勾五个锁针 紧接着在下一个空格处勾一个短针 然后一二三四五 在下一个处勾一个短针 我们就一一对应的在上一行长针的位置 我们这个两个长针中间的位置呢 勾一个短针 然后呢 勾五个辫子针 就这样 完成之后呢 我们勾三个锁针 就来到了水草花的位置 我们呢 勾一个水草花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一行的花形呢 是这样的 两边呢 水草花 中间呢 是网格 我们这网格呢 是五个锁针 那么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跟这种勾法呢 是一样的 所以呢 我就不掩饰了 网格呢 都是勾五个锁针 唯一的区别呢 就是每一行呢 网格少一针 这一圈 我勾好了之后呢 我又连续勾了三圈 因为呢 它们的花形是一样的 变化也不大 勾了三行 这个之后呢 勾了八个水草花之后 在第九个水草花的位置呢 我们有了变化 勾三个锁针 然后呢 在这个两个水草花中间的 三个锁针中间 我们勾一个长针 这就是这一行 唯一的变化 然后呢 继续三个锁针 然后就开始 继续勾 水草花和网格 这一行也非常简单 我们一起往前勾 勾好之后呢 我们来到下一行的时候呢 也是呢 变化不大 那这个位置呢 我们还是勾三个锁针 然后呢 勾针绕线 在这个上一行的这个长针的位置 我们在里面勾一个微字形针 勾一个长针 然后 一二三 隔三针 然后呢 我们还是在同一个位置里面 再勾一个长针 然后呢 一二三 又过渡到了水草花的位置 整个这一圈呢 就 它的变化呢 就在这 大家就按照这种方法 把这一圈完成 非常简单 大家看 这一行呢 我们勾好了之后呢 我们又来到了下一行 同样的位置 首先呢 我们还是勾三个辫子针 然后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位置 我们连续勾 两个长针 这是 两个长针 然后呢 再勾三个锁针 一二三 然后 再在同一个位置 再勾两个长针 这就是这一圈的变化 最主要的变化 网格呢 这一圈又少了一个 别的变化就没有了 大家看一下 水草花之后 我们勾三个辫子针 然后呢 到了上一行 V字形的位置 然后呢 我们分别 勾两组长针 然后呢 三个长针 再勾三 然后再勾三个锁针 又到了这个水草花的位置 那下面呢 就是网格 网格就不用讲了 这一行的花形呢 我们已经完成了 新的一行的花形呢 首先我们勾六个锁针 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锁针勾好之后呢 我们就在上一行 四个长针中间的 这个两个锁针的位置 我们勾长针 在里面呢 勾六个长针 三个长针中间呢 隔三针 也就是一个水草花 我们现在勾了三个长针 然后一二三 然后 再勾三个长针 这个就是一组 水草花 这个水草花勾完之后呢 我们继续勾六个锁针 一二三 四五六 继续勾水草花 一二三 一二三 水草花完成之后 三个锁针 又来到了网格 我们接着勾网格 一二三 四五 我们按照这个规律 把这一圈完成 这一圈完成之后 我们来到了新的一行 首先呢 我们立三个辫子针 然后 在这里面呢 继续勾水草花 好 然后呢 勾三个锁针 一二三 来到了网格的位置 紧接着呢 三个锁针 一二三 水草花 水草花勾好之后 我们这个花形呢 中间的花形 有了新的变化 首先勾三个锁针 然后呢 在 上一行的这个六个锁针的位置 勾一个短针 然后再勾三个锁针 接着呢 我们就在 这个水草花里面 联系勾四组锁针 每一组呢 都是由三个锁针组成的 这是 好 这是第一组 中间隔三个锁针 然后 勾第二组 第二组 勾好之后呢 中间是五个锁针 一二三 四五 紧接着 我们还是在这个中间的位置 再勾两组 长针 每一组呢 都是三个中极 每一组都是三个 这是一组 然后 勾三个锁针 再勾第二组 好 那么这个花形呢 我们完成了 完成之后 紧接着勾三个锁针 一二三 在上一行 六个锁针的位置 勾一个短针 跟这边是一样的 然后 一二三 我们又来到了 这个水草花的位置 这一圈呢 我们就按照这个规律 大家一起来完成吧 这一圈完成之后呢 我们 开始 新的一圈 首先呢 立三个辫子针 然后呢 还是在这个位置 勾水草花 水草花之后 勾三个锁针 一二三 然后呢 把最后一个网格 勾一个短针 紧接着再勾三个锁针 又来到了下一个 水草花 好 水草花勾好之后 勾五个锁针 一二三四五 然后在上一行 三个锁针中间这个位置 然后呢 我们再勾一个短针 紧接着 一二三 再勾三个锁针 勾好之后呢 我们就在这个水草花的位置 勾水草花 然后呢 勾三个锁针 一二三 来到了上一行的 五个锁针的位置 我们在里面呢 再勾一个水草花 中间呢 隔五个锁针 现在我们看啊 然后呢 勾三个锁针 一二三 然后在下一个水草花的位置 我们还是勾水草花 勾好之后呢 我们勾三个锁针 一二三 然后呢 在上一行 三个锁针的 这个交接的位置 我们再勾一个短针 紧接着 我们跟这边一样 我们勾五个 一二三 四五 五个锁针 又来到了这个水草花的位置 那这个花形呢 基本就是完成了 我们呢 接下来就按照这个规律 把这一圈完成 这一圈完成之后呢 我们开始新的一圈 我已经勾了一个水草花 然后再勾一个 现在把两个水草花呢 我们就连起来了 之后呢 我们来到了这个变化比较大的花形的位置 就是这个位置 现在我们勾七个锁针 一二三四五六七 在中间的第一个水草花的位置 我们继续勾水草花 之后勾三个锁针 一二三 我们又来到了中间的这个水草花 中间隔了五针的这个水草花 然后呢 我们在里面联系勾 十一个长针 忽然感觉这十一个长针 似曾相识啊 哈哈哈哈 长针勾好之后 一二三 三个锁针 紧接着我们在这个水草花里面 勾水草花 之后我们勾七个锁针 跟这边一样的 七个锁针 一二三四五六七 然后呢 来到了这个水草花的位置 这个花形呢 我已经完成了 大家看一下 往下呢 我们就按照这个规律呢 往前勾 这一行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来到了新的一行 我们在这个水草花里头啊 连续勾三个长针 每一圈呢 到水草花呢 都要过渡一下 所以说我就不讲了 省略过去 大家应该知道 这三个长针勾好之后呢 我们勾四个锁针 然后在下一个水草花中间 我们再勾三个长针 就是说呀 把两个水草花呢 变成了一个水草花 好 就是这个样子 大家看一下 之后呢 我们开始 我们勾三个锁针 一二三三个锁针 上一行七针的位置 我们勾一个短针 然后一二三 又勾三个锁针 紧接着来到了 这个花形的位置 就是这个位置 我们在这呢 勾一个水草花 之后 我们勾三个锁针 一二三 然后呢 我们来到了 十一个长针的位置 我们分别在 每一个针孔里面 勾一个长针 但是呢 中间要隔一个锁针 这个跟我们 开始勾的时候 是一样的 这个位置 这中间的 这个十一个长针 勾好之后呢 我们勾三个锁针 然后呢 把这个水草花完成 这个水草花完成了 我们再勾三个锁针 然后就到了上一行 七针 七个锁针的位置 我们勾一个短针 然后一二三 又过渡到了 下一组水草花 那这个是呢 我们是结尾的位置 我们就在结尾的位置呢 勾一个 引波针 好 然后呢 我们接着下一行的开始 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个样子 从这开始呢 我们的网格就诞生了 下一行呢 我们开始勾网格 好 现在我们开始勾 新的一行 首先我们立 三个起立针 然后呢 我们在上一行 然后这个四个锁针的这个位置呢 我们勾一个水草花 我们中间呢 也隔四个锁针 一二三四 然后呢 好 这是第一个水草花 勾好之后呢 一二三四 四个锁针之后 我们在上一行 这短针的位置 我们聚集勾短针 然后我们还是勾四个锁针 一二三四 就开始勾 于水草花 好 那水草花勾好之后呢 我们勾三个锁针 一二三 三个锁针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了 网格时代 我们就在每一个孔里呢 都勾一个短针 短针与短针中间呢 我们用五个锁针连接 那就形成了 这个第一层的网格 所以说呢 这一部分呢 我们要省略 水草花 水草花 网格 我们呢 已经勾了一遍 在这呢 我们就省略 我们按照这个规律 把这一圈完成 好 这一圈呢 我们勾完之后呢 现在开始到了起始的位置 首先呢 把针过渡到 这个水草针 水草针的中间 好 首先呢 立三个辫子针 然后呢 我们在 立三个辫子针之后 我们再勾一个锁针 这三针呢 是一个辫子针 这个锁针呢 是中间隔的一针 然后我们绕线 在这个 上一行的这个 四个锁针的这个水草针里面 我们勾长针 三个起立针呢 也算一个长针 然后呢 隔一个锁针 然后我们再勾一个长针 我们在这一个孔里面 勾三个长针 中间呢 空一针 就是勾一个锁针 紧接着 我们勾七个长针 大家看 这一行非常简单 一二三 四五六七 然后勾针绕线 我们在 这个水草花的位置 继续勾水草花 好 水草花勾好之后呢 我们就勾三个锁针 一二三 看看 我们就来到了这个网格的位置 大家看 网格我已经勾好了 紧接着勾三个锁针 然后呢 又来到了对面的水草花 接着呢 在这勾水草花 好 水草花勾完之后 我们勾 我们勾七个锁针 一二三 四五六七 然后呢 我们就来到了 这个位置 我们在这里面 勾三个长针 大家看一下 我们如何勾三个长针 绕线 然后呢 在里面勾 第一个长针 中间 隔一个锁针 绕线 然后勾第二个长针 第二针 第三针 三个长针勾好之后 我们继续勾七个锁针 这一圈勾到了最后一针 我们在起立针 起始的位置 做一个引波针 这一圈完成之后呢 紧接着我们就勾三个锁针 然后呢 再勾一个锁针 三个锁针 算一个起立针 然后我们绕线 在上一行 两个长针中间这个位置 我们勾一个长针 然后勾一个锁针 绕线 我们在上一行中间这个长针的位置 这个位置 这个针孔里面 我们勾一个长针 中间隔一个锁针 然后还是在这个孔里面 再勾一个长针 紧接着一个锁针绕线 在下一个空格里面 勾一个长针 然后勾一个锁针绕线 在最后一个长针的位置 勾一个长针 紧接着我们勾三个锁针 一 二 三 三个锁针之后 在上一行的七针锁针的中间 勾一个短针 然后我们勾一 二 三 又勾了三个锁针 就来到了水草花的位置 那我们呢 继续勾水草花和网格 水草花 网格 水草花 这个水草花和这网格呢 我们勾好之后啊 再勾三个锁针 一 二 三 然后呢 在上一行七个长针的位置 勾一个短针 紧接着 再勾三个锁针 一 二 三 我们就到了 我们就又来到了 起始的这五个长针的位置 好 我们按照这个规律 把这一圈完成 我们完成之后 紧接着呢 我们开始勾新的一行 新的一行呢 变化呢 还是在这个位置 那么 水草花和网格 这个之间的变化呢 就是每一行呢 这个网格 少 少一个 一直跟这个是一样的 所以说呢 我们到这呢 就省略了 首先呢 我们 开始勾三个辫子针 这三个辫子针呢 就算一个长针 然后呢 绕线 还是在这个位置 我们继续勾一个长针 也就是说 上一行一个长针的位置 我们勾了两个长针 然后 一个锁针 紧接着 在上一行 第二个长针的位置 我们还是勾两个长针 好 然后一个锁针 在下一针 一样 勾两个长针 一个锁针 两个长针 一个锁针 这一行呢 就是对应的 每一针都这样勾 好 勾好了 勾好之后呢 我们开始勾三个辫子针 一二三 在上一行 这个位置 中心的位置 我们继续勾短针 然后呢 再勾三个辫子针 我们就来到了 这个水草花的位置 我们呢 接着把水草花 和这网格呢 勾完 大家看 这个水草花 和这网格呢 勾好了 这个水草花也勾好了 紧接着呢 我们来到了这个位置 也就是跟 起始的位置 是一样的 我们勾三个锁针 一二三 在上一行的这个 中心的位置 我们勾一个短针 紧接着一二三 又勾三个锁针 我们又来到了 这个位置 我们在这一个 长针的位置里面 勾两个长针 这是一个 第二个 中间呢 隔一个锁针 然后呢 勾第二个长针 我们就按照这个规律 一直往前勾 把这一圈完成 这一圈完成之后 来 我们来到新的一圈 首先呢 立三个辫子针 然后 再勾三个锁针 一共是六个 六个锁针 然后呢 我们绕线 在两个长针的中间啊 我们在这呢 勾一个长针 再勾三个锁针 一二三 然后 在上一行的这个 锁针的这个位置啊 一个锁针的位置 我们还勾一个长针 紧接着 一二三 我们隔三针 在上一行 一个锁针的位置 勾一个长针 一二三 我们在最后一针 长针的位置 再勾一个长针 我们勾三个锁针 就来到了水草花 跟网格的位置 我们先勾一二三 然后呢 就来到了水草花的位置 大家看 这两边的水草花 和中间的网格呢 我勾好了 勾好之后呢 我们开始勾三个辫子针 然后 就又来到了 这一组花形 就是这个长针的起始针位置 我们勾一个长针 然后呢 勾三个锁针 紧接着绕线 在这个空格的位置 上一行两个长针 空格的位置 勾一个长针 然后一二三 三个锁针 接着在上一行空格的位置 就是在上一行两个长针 中间的位置 我们又勾一个长针 然后一二三 按照这个规律 我们把这一圈来完成 这一圈呢 完成之后呢 我们开始新的一行 进行新的花形 首先呢 我们立三个辫子针 然后呢 绕线 在第一个 上一行第一个长针的 这个位置 我们联系勾三个长针 这三个起立针呢 也算一个 现在我们勾第二个 然后 勾第三个 三个长针勾好之后 我们勾三个锁针 紧接着 在下一个长针的位置 我们还是勾三个长针 在同一个位置 然后勾三个锁针 中间隔三个锁针 然后在下一个 就是在每一个长针的位置 对应的位置 我们都勾三个长针 在七组呢 长针勾好之后呢 我们就勾三个锁针 然后就来到了水草花的位置 我们接着开始勾 水草花和网格 这个水草花勾完之后 我们又回到了 这个花形 我们就这样重复的 把这一圈 按照这个规律 把这一圈完成 这一行完成之后呢 我们开始新的一行 起始针的这一位置呢 我们要勾八个锁针 其中三个变次针 它代表一个长针 紧接着呢 我们就在上一行呢 就是两组长针中间 勾一个长针 中间隔五个锁针 一二三四五 然后呢 我们勾一个长针 隔五针勾一个长针 一直呢勾到这个位置 勾到最后一针 我一共呢勾了七组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到了 这个水草花和网格的位置 我们把水草花 两边的呢完成 网格也完成之后 然后呢 我们勾三个锁针 又来到了 这个位置 就是 一个长针 五个锁针的位置 所以说这一行呢 也非常简单 大家呢 和我一起 把这一圈来完成 这一行完成之后呢 我们进行下一行 在同一个针孔里面 我们分别 勾四个长针 就是我们在上一行的 这个长针的位置 我们要勾四个长针 四个长针之后 三个锁针 紧接着来到了 下一个长针的位置 我们还是勾四个长针 然后隔三个锁针 还是四个长针 我们就分别在这里 一共勾八组 这样的长针 我已经勾好了 勾好之后呢 现在要跟水草花连接 那就是用五个长针 连接到水草花上 一二三四五 然后呢 我们开始勾水草花 好 那紧接着呢 水草花勾好之后呢 我们就来到了这个网格 网格勾好之后呢 还是水草花 水草花之后 我们再勾五个长 五个锁针 又来到了刚才的 这八组的这个长针的位置 我们就按照这个规律 把这一圈来完成 这一行勾好之后 我们进入新的一行 首先呢 我们立三个辫子针 这三个辫子针呢 就算一个长针 然后呢 我们再勾五个锁针 紧接着 我们在上一行的这三个锁针的位置 我们勾一个长针 紧接着 一二三四五 我们还是在这个锁针的位置 对应的 还是勾一个长针 一二三四五 我们在上一行 每一个这个两组长针的中间呢 都勾一个长针 一直到这个位置 紧接着 我们再勾五个锁针 一二三四五 开始勾 水草花 这个花形呢 这一行的主要的花呢 花形呢 就是这个位置 其他的呢 没有变化 好 现在呢 我们就按照这个规律 把这一圈完成 这一圈我们勾好之后呢 我们开始新的一行 首先 立三个辫子针 然后呢 在上一行 五针中间的位置 也就是三针的位置 下针 勾一个长针 之后 我们联系 勾五个锁针 一二三四五 大家看 然后绕线 我们回头 在这个上一行 这个位置 同一个位置 五针 五个锁针 同一个位置 我们还是勾一个 未完成的长针 紧接着绕线 我们在 这个长针的位置 也就是第二个长针的位置 我们勾一个 未完成的长针 现在线圈上 一共有三个线圈 没完 接着往下来 勾针 绕线 在下一个针孔里面 中间的位置 我们下针 再勾一个 未完成的长针 现在呢 勾针上有四个线圈 我们勾针绕线 一次性把这四个线圈 拉过来 就形成了 这样的花形 大家看一下 我再勾几个 大家就看明白了 紧接着我们 一二三四五 勾五个长针 勾五个锁针 然后 在 还是在这个中间的位置 勾一个 未完成的长针 这是一个 然后绕线 在这个长针的位置 勾一个 未完成的长针 然后绕线 在下一个针孔里面 下一个方孔里面 这个中间的位置 我们再勾一个 未完成长针 现在呢 我们一次性拉出四个线圈 好 那又完成了一个 一组花形 紧接着往前 往前勾五个锁针 一 二 三 三 四 五 之后呢 我们还是回过头 在中间的 这个 位置 勾一个 未完成的长针 也就是上一行 五个锁针中间的位置 然后呢 在 长针的位置 我们勾一个 未完成的长针 然后绕线 在 在下一个针孔里面 这个上一行的这个五个锁针的中间位置 再勾一个 长针 未完成的长针 紧接着一次性拉出四个线圈 大家看一下 这组花形呢 我基本是完成了 然后呢 又勾了一个水草花 紧接着呢 就到了这个网格的位置 这网格呢 上一行勾完之后呢 只剩一个了 我们现在呢 把这最后一个网格连起来 首先我们勾三个锁针 一 二 三 然后 把这个网格 连起来 连起来之后呢 再勾一 二 三 三个锁针 然后继续勾 这个水草花 水草花勾好了 勾好之后呢 我们勾 一 二 三 四 五 五个锁针 我们又来到了 这个位置 大家看 这一圈我们完成之后呢 就是这个样子 现在呢 我们已经来到了新的一行 也是呢 最后一行 最后一行呢 我们勾的是花边 这个两组花型中间呢 我们用五个长针 五个锁针来连接 这是五个锁针 然后呢 我们 在这个位置 看 勾一个长针 两个长针 三个长针 三个长针 勾好以后呢 我们勾三个锁针 一 二 三 然后 回过头 在下面 调起两个线圈 看到了吧 然后呢 拉出线 勾一个短针 紧接着 还是在同一个位置 我们再勾两个长针 这样呢 我们这一行 我们上面这个连续呢 我们一共是勾 几个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我们连续勾九组 这样的花形 然后呢 我们就来到了水草花的位置 一二三四五 这水草花呢 我们把两个水草花连起来 这是其中的一个 一二三 然后另一个 好 紧接着 大家看一下 紧接着我们绕线 在另一个水草花的位置 起针 继续勾水草花 那这样的两个水草花 就连到一起了 一二三四五 好 现在呢 我们就开始在这个位置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 是两个长针并到一起的 其他的都是三个长针并一起的 一针 这是第二个长针 然后 第三个长针 第三个长针之后呢 我们勾三个锁针 然后呢 在下面挑起两针 两个线圈 勾一个锁针 好 然后紧接着再勾两个长针 这就是九组花形 其中的一个 紧接着我们勾五个锁针 一二三四五 然后呢 我们就来到了另一个 这个三个长针并针的位置 我们在这里呢 勾五个长针 其中在第三个长针的位置上 我们呢 要勾三个锁针 形成的一个小圆圈 好 我们就按照这个规律呢 把这一圈完成之后呢 这个披肩也就完成了 怎么样 大家学会了吗 好 今天呢 我们就到这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